为你解决烦恼 实现梦想 齐齐俱乐部 冰箱 轻款轻轻 刚才雨滴 发现一只流浪猫咪 轻轻草地 都出了脚印 那是谁丢的挂屁 害羞害羞拿出白分白的星星 我们要比别人紧紧 害羞害羞每天都是好的星期 主人未来变得容易 害羞害羞爱的世界更加美丽 我们互相加油大气 害羞害羞快快加入别的迟疑 所有快乐为你收集 情绪之类不与你同行 喂喂 还没完呢 蓝蓝天空 吵着年花糖 机器你不要再摸鱼 小乖快变形 我们就要行动啦 喂 好快变形 叽叽叨叨叨叨叨 在路上再唱歌 哈哈哈哈 准备好了吗 好 和我一起飞翔 我们很有魔力的蓝蜜花生彩虹 给世界穿上新线 谁有难题 宝贝来帮你 来 来 来 开饭咯 上菜咯 红烧狮子头 好 再来一盘 王闷栗子鸡 太好了 我回来了 今天不是嫂子做饭 米花开会晚回来 今天由爷爷捞一勺 再来一个香酥鲫鱼 爷爷太棒了 我回来了 太好了 米花 来 这么多菜 正好赶上开饭 今天是咱爸下厨 最后一个牛煎汤 爸 全是肉啊 没做蔬菜吗 这不是有例子吗 我今天去开的是 幼儿教育饮食营养与健康会 按科学标准 咱们家的饭菜 总是浓油赤酱 特别是爷爷做的 口味太重了 长期吃对身体不好 从明天开始 咱们家三餐要实施营养食谱 鸡肉切成粒 最后一道菜来了 妈妈 你做的都是什么呀 鸡力杂菜薯蓉 花生枣泥羹 豆腐蒸水蛋 白匾豆干泥 嫂子 你居然还分得出来哪个菜是哪个 这可都是非常有营养的菜 大家开动吧 来 咱们大家来尝尝 酷 这只会吃 你好像忘了放盐了吧 我判断这个放了盐也好吃不了 我没动筷子太对了 不好吃吗 我可是严格按食谱的标准做的 真奇怪 这本书上写得清清楚楚 这个 成人的吃颜亮不能像婴儿看齐 照这么吃下去 我们都变成白毛女了 我说 我说 山羊都会啃土找盐巴吃 何况人呢 宝贝 明天爷爷做大肉排好不好 好 等一下 我特地向营养师请教过了 有一件事我没弄错 按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 每人每天吃盐不能超过六克 这几块肉排上的盐远远超标了 科学研究证明 吃盐过量会引发高血压 动脉阴化 灌动脉心脏病 中风甚至胃癌 咱们家向来口中 如果再这样吃下去 就可能会产生病变 所以我们从现在开始要少吃盐 按标准吃盐过健康人生 嗯 有道理 话是这么说 谁知道六克盐有多少 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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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六颗盐该怎么吃下去呢 一人一天六颗盐 听起来很简单 细想没那么容易 这一家人一起吃饭 有人吃多点 有人吃得少 还有剩菜该算在谁的头上啊 还有宝贝七岁 已经可以和成人一起每天吃六颗盐 按照琪琪的年龄来算的话 也达到六颗了 我也要吃啊 我们几个经常在外面吃饭 又该怎么计算 来来来 咱们大家都来集思广益 怎样才能保证每人每天六颗盐 不多吃不少吃 我有办法 咱们家加上琪琪六口盐 我先盛出六勺六颗盐 然后一起做菜 做好以后分成六份 每个人把自己的一份吃下去 可是每个人的饭量都不一样大 平均分成六份 不是有人吃不下 就是有人吃不饱 那我就分别按每口人的食量做六次饭 每次每个人用掉六颗盐 这是爷爷的 一顿饭分六顿做 三餐就是十八顿 嫂子 您不干别的了 这是宝贝的 宝贝的 种片的 落落的 齐齐的 还有我的 还没做 米花的方案被否决了 看我的 在这个案例中 我们需要的是精确精确 再精确 每片菜叶浸泡多久 可以吸收的盐分 都将通过科学得到解答 撑一下 不打标 下一个 这个打标了 再下一个 中天 等你做完一顿饭 咱们都饿死了 我想出一个好主意 咱们每天早晨 每人都咬出一勺盐 把盐吃下去 然后一天都不用吃盐了 宝贝 才让大家都变成咽巴虎吗 爷爷 什么是咽巴虎 就是蝙蝠 老鼠吃了盐的 就变咽巴虎 爸 您别又用民间老传说 就误导孩子 小朋友们不要模仿 会吃出水肿来的 还是听听我的主意吧 虽然我们不能一口气 吃下六颗盐 但我们可以把六颗盐 切成盐水 居家旅行 随身携带 想喝就喝 就是味道实在不好喝 您还可以随时为您的食物调味 自己决定是咸是淡 怎么还是这么难吃 你们的方法都不行 让我来 盐水最大的妙用是什么呢 就是烟咸菜 现在我们让盐水返腐归珍 我不要每天吃咸菜 我不要每天吃咸菜 我只知道 我只知道自从每天我要吃六颗盐 我的猫就没完没了的掉 头好疼 怎么会这么麻烦 你们两个不许吃零食了 这零食里有盐 饮料里也有 从现在开始 除了吃饭 不许再吃别的东西 要不更没法算清六颗盐了 可是现在连饭都不知道怎么做了 我看我们不要急 慢慢想 你们先想着 我出去转转 呼吸点新鲜空气 脑子更活 是 是 我们不能半途而废 一定要把健康吃盐方法想出来 还可以拿到俱乐部推广给大家 这可是公益事业 公益事业 健康生活每一天 一天只吃六颗盐 每一天六颗盐 宝贝 要不要跟姑姑出去买点东西 我也要去 仲天 你也先想着 不过咱们就自己吃不管他们了 谁叫他们最坚持这个六颗盐 等他们想出招来 咱们真的就得饿死了 我要吃热狗 我要吃热狗 提提 你自己不就是热狗吗 爸爸吗 哥 你怎么也出来了 我就知道你也扛不住了吧 坐 不好意思 那不是妈妈吗 真是米花 你怎么吃热狗 把他叫进来一起吧 看来就剩爷爷还在琢磨盐勺的 老军人就是不一样 比咱们有毅力 李挪挪 谁在说我呀 谁在说我呀 嗯? 嗯?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等等我 孩子们 你们这是干嘛呢 孩子们 你也过来帮忙把这塔補充 这塔本来就是斜的 这是著名的比萨斜塔 建成有六百多年了 一直是这么斜着的 吸引了大批好奇的游客呢 那它是世界最斜的吗 还真不是 还有比比萨斜塔更斜的建筑呢 在德国北部有一座乡村小教堂 是个尖塔 以倾斜度最大 收录基尼斯世界纪录 我们来将它和比萨斜塔比一比 先看看比萨斜塔 量一量它倾斜的角度 哦 斜的有3.97度 再看看德国小教堂尖塔 量一量啊 倾斜角度是5.07度 嘿嘿 哎呀 大大超过了比萨斜塔 是明古时的建筑倾斜之王 哇 好厉害啊 那它是怎么建成轻斜的呢 那座倾斜的尖塔呀 建成于1450年 那时呢 它还是直的 但是呢 它是建在一个潮湿的地基上 又是用一腐石的橡木搭建 慢慢的呢 就倾向一方 斜度超过了比萨斜塔 就是无心插柳的结果吧 哈 爷爷 斜的真好玩 这话把咱们家也弄出斜的吧 要超过德国那座尖塔 啊 啊 啊 这 啊 休息一下 不要走开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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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不能安静一会儿 干什么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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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爷 您怎么就做得住 蚊子没咬您啊 哼哼 你这半天是抓蚊子呢 有蚊子吗 啊 还真没咬我 当然有了 你看看这 这 还有这 到处都是蚊子了 气死我了 你别说 这蚊子多了呀 确实很麻烦 嗯 在瑞典哪 一个平凡村庄 创下了一项尴尬的世界记录 成为全球啊 一夜间聚集最多蚊子的地方 可以说是真正的蚊子王国 还有这种记录呢 那里的人民 啊 这个名叫多姆塔的小村庄啊 地处瑞典东南部的内陆地区 因为降雨较多 蚊子疯狂防治 村子里置放了一个铺蚊器啊 一夜竟捕捉到八万九千五百只蚊子 嘿嘿 由于蚊子的猖獗啊 多姆塔村村民傍晚时都不敢再出家门 连马都要穿上特制的防蚊服才能够 瑞典政府啊 已经大力整治蚊子肆虐的围 批准在蚊子活动猖狂的地区可以喷洒生化灭蚊剂 目的就是让村民能重新过上正常的生活 简直太棒了 就不能给蚊子任何喘息的机会 一定要消灭到底 宝贝啊 咱家真的有蚊子吗 如果再准备 去到街面吃也放进去 宝贝啊 咱们还是要 LEAVE 沙子呜 咱们还是要再加点 我一下子呜 咱们跟着我 去一干一干一干 我一下子呜 咱们还是要าง着很少 我一下子呜 咱们还是要变成 我一下子呜 咱们还是要加点 我一下子呜 咱们还是要加点 我一下子呜 咱们还是要跟着我 我一下子呜 咱们还是要大力的 和梦想拥抱 跟着我去一个地方 哪里能让你赶到生活美好 原来世界比想象精彩 原来每个人都是那么可爱 Lala Oh E Yo Lala Oh E Yo 明天是那样值得期待 Lala Oh E Yo Lala Oh E Yo 汲取大家庭 我们一起了开怀